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天可以打电话 烦都烦死了 今天居然跑到我家里来了 你说吧 今天来我们家有啥事 我都来你们家三趟了 都没依照人 但我们家孩子马上上幼儿园了 要交学费 然后家里的老人的话有病 身体还不好 继续用钱 你能不能把前几年借我的三万块钱还给我呀 我算是听出来了 你是来要钱的 别说你来三趟了 就是来三十趟三百趟这个钱也没有 风哥 以前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我借钱 我二话不说就把钱 打到你帐上了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 继续用钱 我也不求你对我有多大的帮助 你把借我的那三万块钱还给我就行了 看你这话说的 不就借你一点点钱吗 还是老同学呢 还跑到家里那样 风哥 你就把那钱还给我吧 我家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 要是交不上学费 那就把孩子给耽搁了 另外我父亲需要动手术 然后那是我父亲的救命钱呀 你就把它还给我吧 你孩子上不了学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 要钱没有 我看呢 这钱今天你两口子是不打算还了 算了 今天我不要了 这可是你说的 不是我不给你啊 这可是你不要的 风哥呀 咱们同学一场通过这三万块钱 我也看清楚你人品了 以后你再也衣服上像我这样的同学了 既然你把这话说到正份上了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支持你 我双倍奉还 如果没有 立刻马上从我家里滚出去 以后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相信会有的 你就做梦吧 做梦吧 现在还钱 天经地义 谢谢大家